一位在八八风灾中失去父亲的父亲 每次要回去的时候就觉得 就是小朋友会照顾不到小朋友 看不到小朋友心里会蛮那种惆怅 爸爸 给爸爸亲一个 失去小邻村三十位亲人 并不会改变攀国亲军人的使命 但面对来势汹汹的复合式天灾 我们不该让救灾英雄孤单 未来会有国家 企业家 还有住家 会一起和变成一个新的伙伴关系 然后促进社会企业 以及所谓的我们的防灾 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文化跟教育 灾难变大了 我们的救灾观念也要进化 全球暖化 极端气候 造成了世界各地天灾品传 2009年8月莫拉克风灾 2011年3月日本大地震引发大海啸 同年的7月泰国大水患 灾难的规模越来越大 意味着各国政府防灾救灾的规模标准 也必须要随之调升才足以因应 在台湾 国军的首要任务是保家卫国 但随着极端气候 造成的重大灾害的频率增加 军队的角色和任务也起了巨大的变化 应急战备已经悄然优先于作战战备 八八风灾重创了南台湾 造成严重灾情 陆军特勤中队士官长徐仁辉 带领着弟弟徐仁明和另外两名族人 以直升机垂降入山 靠着两条腿挺进了屏东雾台灾区 成功撤离了135位的村民 军人透过平时的专业训练 提供了救灾时最需要的及时力量 因此立法院在2010年7月 也正式三读通过了灾害防救法部分条文修正案 赋予了国军主动救灾的法源依据 2009年8月7号 洛拉克台风从台湾东部登陆 外围环流引发的惊人豪大雨 造成南部各县市传出重大灾情 全国救援体系启动 包括警消 国军部队 民间组织都陆续进入灾区 国军动员特战部队以及特种搜救队冒险进入险地 凭着平时专专业训练练就的好身手 成功完成大大小小救援任务 在陆军特种部队服役的徐仁辉徐仁兄弟 听闻家乡家务村遭逢灾难便向部队告假 与另外两位特种部队退役的族人柯信雄赖孟传 以徒步方式并由直升机垂降入山 进入受灾的家乡 成功地撤离了135位村民 被族人封为家务四英雄 但无情的风雨也拆散许多美满的家庭 看到那边的占领了 然后就可以想到说自己村庄里面的那些人一样 然后每救一个就像我们部队在纳马夏里面救 然后其他的部队也会在我们村庄那边救 那我在这边救了一个 我相信其他的国庆弟兄 也可以在我们那边救了好几个 来自小邻村的海陆特勤中队上市攀国青 在参与救灾的当时家乡全毁了 父亲 祖父母以及其他亲人 全都消失在土石榴当中 而他仍强忍着悲痛 执行部队的救援任务 祝福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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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多年前 潘国清全家搬到台南 原本一家人住在一块 但当年 父亲为了回乡帮忙种田 就独自搬回小邻村的老家 想不到灾后天人永隔 成了潘国清此生最大的遗憾 八月七日那边 有本人要说 爸爸姐要回去 帮我清楚爸爸姐 那顺便就是带我那个 现在老婆 一起给我爸看一下 就是跟他说 差不多就是有要做结婚 就那个 我去让我爸他们看一下 他们未来的媳妇 只是说那时候 因为就已经开始下雨了 然后我爸说说 不用急在那一时 现在交通也不是很好 就好像说 再隔几天 等到台风过了之后再回去 我那时候 对上打电话说 要造反要回去 那时候 像八月 那时候我们就回去 就准备 要因因救灾 满满的徽章 奖状是潘国清 为国家付出的荣耀 2009年8月8号 当他得知老家灭村的消息 简直不敢相信会这么严重 小时候台风的时候 那边其实是没有到淹水 是水会很大 那水沟里面都会有很多水 那像我家隔壁就有一条 比较大的水沟 小时候也常常跳一跳去 那每次台风来的时候 那水沟都会满很多水 那旁边都有一些 虾子啊 鱼啊 可以抓 潘国清 儿时住的小邻村 天桥 溪流 是他海啼时的快乐记忆 看前面 看前面 你看前面 满下去了 滑了滑了 哇 好棒啊 自己当父亲以后 君子的身份 让他得长时间助手营区 只要一休假 他一定会带七小出游 弥补不能时时陪伴的缺憾 阿公钓的鱼 喂 你好 我国清 嘿 四台哦 好 在台南中和良好 OK 拜拜 为什么要特别回报 我们有规定每天都要 休假的每天都要回报 结束两天的假期 潘国清收拾义务 准备收假回营 每次要回部队 你会不会觉得 要离开小朋友 不要 就是每次要回去的时候 就觉得 就是小朋友会 照顾不到小朋友 看不到小朋友心里会蛮那种惆怅 心里会蛮不好受的啦 因为就是 小朋友平常就躲在那边 突然又看不到 耶 爸 走了 爸爸走了 跟爸爸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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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跟妈妈拜拜 爸爸 拜拜 跟爸爸拜拜 按给爸爸亲一个 亲爱的 亲爱的 妈 你亲爱的 妈妈来 我们可以 亲爱的 亲爱的 即使收假回营 心中还是挂念着家人 爸爸风灾的伤痛 让潘国清更加珍惜 与家人共处的每一刻 但他身负着保家卫国的重任 与家人的短暂分离 是为了照顾更多家庭的安慰 你们拜拜 拜拜 拜拜 不只是潘国清 全国二十七万军事官兵 当国家遭逢重大天灾时 所有战备人员都得紧急回营 接受任务分配 投入救灾 救灾 视同作战 将各县市防灾演习 提升至万安演习的规模 是八八水灾之后最重大的转变 万安演习始于1978年 是防空演习的代号 主要演练的项目是遭遇空袭时 如何让民众疏散避难的机制 不过自从2011年万安与防灾演习 首度合并实施 改由各县市政府主导救灾 国军参与支援的特殊性与重要性 在演习中更显重要 救灾它也是救世作战 所以救灾救世作战 它是跟我们的战备任务 跟战刑任务完全是结合的 所以等于我们也把各样的灾跟害 也视同是敌人 我们必须要克服 必须要面对 然后必须要有所意义 为了因应复合式天灾 带来大规模灾害 地方政府因为人力与设备的不足 无法应付 就需要国军第一时间的援助 灾害防救法已明定 当发生重大灾害时 国军部队应主动协助灾害防救 灾害发生时 落实山崩加上断桥 让灾民中断与外界的联系 甚至房屋倒塌 需要重机具协助救援 此时陆军工兵的重型机具 就能派上用场 陆军五三工兵群 乔良营的中校营长张又金 是陆军首位战斗支援部队的女营长 他所率领的乔良营 堪称工兵群的营集单位中 装备最多人员最多以及任务最多的部队 八八水灾之后 我们就把救灾纳为我们中心工作 所以我们在机具跟人员的方面 都有既定的编组 就像成立这个前进指揮所一样 在第一时间发生灾害的状况的时候 我们就会派出我们的联络官 到各县市的政府去实施支援 开始演练 当重大的复合式天灾 规模超出地方政府灾防体系 甚至国军常备部队所能应应 灾害防救法修正的部分 也包含后备军人的动员 是未来支援救灾不可或缺的主力 主要是在后备部队的动员调招 那以往在台风发布警报 那可能它会解招会解除 那这个修法通过之后 我们为了要扣充我们的救灾能量 所以关于后备动员调招这部分 那么是不论天后状况之下 我们都会实施动员招击 这些被征召来的这些后备军人 大概差不多是30岁以下 然后大概退伍下来大概8年以内 那他们都具有热忱 而且他们大部分都是属于 工兵的官科下来的 那他们对于我们这个 有关于我们山区道路的防灾的作业 是有相当的帮助 中断的交通 冲毁的路桥 有工兵能够抢修 发生核灾时 军中有化学兵能够阴影 旧灾是同作战 我们无法预测灾害核实未来 但完善的防灾准备 绝对与国军平时的战备一样重要 国军二十年来五次裁军计划 从十年兵力整建规划开始 历经金石案 金进案第一第二阶段 到现在的金翠案 根据国防部统计 国军兵力从1990年约60万 到2000年约45万 2012年已经减到27万五千 未来改为募兵之后 我们还能有多少 具备专业技能的国军 能够投入防灾救灾任务呢 也许近年来台湾磅礴发展的 民间组织 正是救灾的另一个活水源头 哪里有灾难就有慈祭人的身影 身穿着蓝天白云的慈祭志工 在灾区里提供热食 亲身的抚慰 也成为受灾相亲 可以依靠的肩膀 事实上最近几年来 当灾害发生时 来自于民间的非政府组织 像是中华民国红十字会 市展会 以及慈祭基金会等 已经成为政府 在投入第一线救灾以外 另一股可以发挥 支援后勤的一股力量 而这股来自于民间组织的力量 从救灾到灾后的重建 从第一线的救援 到后勤研发 五步发挥了它灵活应变 和创意巧思 在2012年的万安演习 就可以看到成果 例如慈祭基金会 以移动式的进水系统 也就是一艘进水船 将污水过滤 在两个小时之内进行烹煮 就可以制作出400份的相机饭 供现场的演习人员使用 无情的凤凤 也在印证大自然灾害的无穷威力 人类的渺小在面对重大天灾时 更显得无力 近年几次国内外的重大天灾 好大雨所造成的严重淹水 让受灾地区的灾民们 在暴雨过后 仍得持续忍受生活上的不便 索性在民间的非政府组织 发挥了强大的后勤补给力量 提供灾民生活所需的热食 与心灵的复位 但灾区在连日的暴雨侵袭下 泥沙 土石 垃圾 污染水源 人们眼前所见 全是污浊的一片黄水 传染病问题也随之接踵而来 如何让灾民饮用到干净的水 成了救灾第一时间 首要解决的问题 2012年的万安演习 此季与工研院合作 研发的进水船 首次参与演练 要一遍倒一遍搅拌 低一点 对 低一点 要搅拌 这个香气饭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是进水做的 这个泡饭 这是泡饭 刚才那一碗不是进水的吗 一样的 这是进水的 这是泡饭 不要省人力 此季与工研院合作 研发的进水船 两艘船合并使用 第一艘配有进水设备 污水透过四道程序 有过滤单体 超滤薄膜 活性碳 紫外线 滤出低混浊度 能够饮用的水质 再输送至第二艘 电能开水设备 将水加热到95度C 最后出来的水 能泡香气饭 也能工人饮用 大部分的灾难的情境 因为下大雨嘛 所以它最大的问题在 浊度很高 一般的穿水处理程序 是不好处理高浊水 那我们是特别针对 水浊度特别高的 泰国发生水灾的时候 那上人就一直在想说 怎么样可以让泰国的乡亲 可以在水灾当时有 干净的饮用水可以饮用 如果在船上加了进水器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直接拿船外面的水 经过过滤以后 供应给干净的饮用水给乡亲 那生米要用你去洗水 要洗米 那用水量会比较大 那餐车用香气 如果把它烧水开了 泡香气 就水满会什么道理 它现在刚好有研发这样的 一个净水车 那就水管直接接到我们餐车上 那就是一贯的作用 觀眾席的 這個297 297 我現在後面偷照 你嘴巴這麼大 温暖災民的渡染 安定災民的鮮 這是最主要的光源 科技研發創新 是民間組織 災域救災最直接的方法 另外像是世界展望會 中華民國紅十字會 慈濟等 都有遍布各地的志工 總能在災害發生時的 第一時間 提供災民最溫暖的援助 所以民間最大的優勢 就在於第一它在民間 第二它非常多元 第三它有非常在地的管道 能夠馬上的去知道 哪一條路不通 巷子可以過去 所有這一切 其實都是民間的資源 整個救災的過程裡面 它本來就比較有彈性 那這個是優移政府的一點 那第二點呢 它如果要展開募款 它可能也比政府不會太慢 就是說它會針對特定議題募款 所以很快的資源就會進去 那第三點呢 它如果有公信力 登高一呼要找志工 有時候也比政府容易 1999年的921大地震撼動全台 造成嚴重災情 面對這場世紀天災 人們也驚覺 唯有民間自救 才能夠搶得救援先機 在災害來講 真的轉捩點應該是921 因為921以後呢 突然發現說 這個地震的規模 所引起的要重新 所謂的災後重建 比如說 就發現說政府的力量 它沒有辦法到第一線 因為災害一發生的 24小時要自救 48小時要互救 然後到72小時才是他救 522下 520%,ending 622 628、 tutti 628、127、322 吉普车穿梭在高低不平的草丛间 考验着驾驶者的技术与专注力 我们车子的话 这样像这个角度下去的话 我斜的下去一定翻车 那一定是比较能垂直的话 我们就比较 车头和这个坡比较能垂直的话 我们就直 就不会翻车 就要可以下去 那你假如说像我们现在这个角度 如果我刚才那个角度下 就可能翻车翻掉 颠簸的道路是模拟灾区路况的最佳场景 也是这群吉普车爱好者训练胆识的好地方 早年只是以休闲活动为主的吉普车同号 如今已是参与大小救援任务的民间救能组织 前几年的八八水灾 我们总共大概16部车下去救灾 运送物资运送人员 这个是我们学会的宗旨 配合消防局 演习或是平日有一些救灾活动 打捞 还是山难都会配合消防局来做一些收救行动 结束操练回到搜救协会 眼前所见这块向公路局租借的桥下空地 搭建的临时铁皮屋 就是队员们平时休憩的地方 担任协会总队长的张建章 参与民间救灾团体已有十多年的经验 早年在红十字会服务 因为喜爱吉普车运动而成立协会 八八水灾时在新开断桥 运用吉普车善于克服恶劣地形的优势 运补人力物资进入灾区 我们的讲法是讲时间 能早点进去就一个算一个 好 那我们就是下车看一下 下面溪床还OK 还可以 我们这些吉普车还能进去 还能进去的时候 我们就是由我们全部的吉普车 全部下到溪床 下到溪床找一个比较缓的坡 我们再一台一台拉上去 拉上去以后再把所有人上车以后 直接开到新开里面 有没有过来的吗 有啦 有没有 我等一下 我要先回去送油一下 等一下趁演习的空档送油 对啊 没办法 客户在吹的啊 真的啊 对啊 这是你平常的工作 对 最长的时间都要花一个礼拜时间 全部都在灾区里面 那工作这边的话 就是暂时就是请我太太这边 这边跟客户讲一下说 这边那个因为我下去救灾 然后说能延后了 就尽量帮他们延后 不能延后的话 就是想办法 想办法先跟别人调 请同行先帮我载过去 工作这边都放掉了 对 那家里不会有怨言吗 有 有啊 怨言很多 几乎每位参加民间救灾组织的人 时间上都会有与本身工作相冲突的时刻 张建章也不例外 他不会言 有时候他还真把工作的事给忘了 以为救人才是自己真正的工作 用自己的时间 花自己的金钱 这是民间组织对救灾后勤补给所带来的支援 就像郭喜一样 郭喜是一位民间公司的负责人 公司以进口救援设备销售为主 但在过去十几年来 他几乎参加过所有国内外的重大灾害救援工作 等个全球的气候的变迁 无需地发生很多的大型的灾难 那目前在亚洲地区你可以感觉得到 每一个国家都很重视这一块 也因为这样子的环境 我们公司就自己自发性地组成了救援团队 郭喜的公司并非内政部合可的民间救援组织 但是他以设备供应商的身份配合救难单位进入灾区 协助精密设备操作 反而更能发挥其专业技能 这套机器呢 其实它简单地说 它只是一个receiver 就是接收器 人或者有心跳 它就会产生电界磁场 电界磁场因为上帝造人很奇妙 它只有30赫尺 所以它走得很远 因为它很微弱 它走得很远 可以穿肉墙 发生在2008年5月12号的中国汶川大地震 在四川眠族灾区 郭喜以民间企业的身份 获准进入协助救援 并使用生命探测器救人无数 其实我们担任志工有一个比较困难的地方 就是你想参与 你想第一时间赶去 未必有你能够进得了灾区 因为它有一些管制 这是必然的 我们是因为设备供应商 你必须要有责任 你不是说 卖了设备以后就不管了 对我们来讲 我们在协助找寻生命迹象的时候 其实最难忘的是什么 最深刻的是 是我们背负着很大的责任 为什么 你所谓的生与死 你在判生判死 因为说这里没有了 那个人如果在底下活着 对我们来讲 是对他的生命的困陷 民间组织的灵活性 在国际救援上 总能迅速地与世界各地的NGO合作 921地震之后 台湾人自发性地成立民间组织 参与各个大小灾难援助 甚至踏出国际 参与国际救援 将爱心带往世界各地 921以后 有很多的国家来帮助台湾 那有20多个国家 40多个队伍来帮助台湾 台湾要回报的时候 却又碰到政治的议题 我们台湾的当局 是没有办法走到国际 又跟很多国家没有邦交 那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民间NGO 非政府组织 代表台湾人民到国际去救灾 那像这次日本311的大地震 我们到了日本以后 就首先在机场 来招呼我们就是慈祭人 还有日本的佛光山寺 还有日本的NPO组织 所以我们也跟很多国内 跟国际的民间组织来合作 基本上政府有这个义务 把这样的NGO的这个环境 让它更好 包括法制跟经贿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 那么我们就可以 好好的发挥我们的手杂 然后我们建构很多的平台 是我们自己做的 很多民间团体 你资源的就进来 然后在那边分工 那力量就大了 而不是单打独斗 无论是慈善团体 还是各县市的救援协会 每个人都是无私奉献的菩萨 唯有助人才能助己 这绝对无关人众 无关国界 值得你我投入参与的终身置业 救灾的时候 民间的救援人力和物资固然重要 但整合却是影响了 救灾效能的重要关键 2009年 巴巴封灾的救援工作 民间捐赠的各种物资涌入 过犹不及的情况 反而造成了问题 有些迫切需要的物资 譬如大型的机具 和日常用品依然缺乏 而泡面和衣服 则是堆积如山 其实这是台湾几次 大型灾难发生时 经常碰到的状况 如何让民众的爱心不浪费 做最有效的运用 就是需要整合 无论是资讯 救灾的物资 乃至于救灾团体之间 以及政府和民间的一个相互合作 都需要有整合的平台 达到了物尽其用 各司其职的目的 这是政府应该要主导的重点工作 而透过了演习的操练 培养默契 政府和民间若能够合作得宜 在灾难发生时 就能够展开最有效率的救援 现在有两员队员 以怪兽火部 相互照应方式 一一下降 请看操练 以跑步俯冲 迅速垂降至定点 动作整齐划一 避免训练有速的特种部队 中华民国搜救总队的 长训课程 高空垂降 是每位救难队员 都需要反复操演的基础动作 对新队员叶维凯来说 虽不是第一次操练 但忐忑的心情依旧写在脸上 跳蛮多变的 跳蛮多变的 是 那么这个心里有什么效率呢 这个是模拟从直升机的 空中垂降到地面 两脚拼楼 跳出去两脚拼楼 对好 虽然是经常训练的项目 五层楼的高度操演过程 仍有一定程度的危险 但要成为一名合格的救难队员 过人的胆识是最基本的要求 这是要做什么 确保 确保 OK 另一位新学员陈梅君 还是在学的大学生 身形娇小 足足矮其他人一个头 加入搜救总队仅三四个月 也要操练高空垂降 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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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跳舞很緊張 可是後來 因為我們有訓練過很多次 那我後來是告訴自己說 就是如果我到時候要去現場救人 如果我自己都害怕了 那我是不可能就是下去救人 我以前921的時候 我只好在軍中服役 那那個時候就是又出救災的這個任務 那就是在災難現場的時候 就有很多國內的國外的搜救隊 一起做這種搜救任務 那時候就想說 以後有機會一定要來這樣 從事這個來幫助人的工作 中華民國搜救總隊成立於1981年 是台灣民間第一個搜救組織 成員來自各行各業 全國97個分會 超過1萬名會員 而最資格的搜救隊員就有3700人 搜救總隊一直以來都不接受政府援助 訓練經費以及購買的裝備 都靠會員自掏腰包或企業贊助 本身NGO民間來講就是它有一個角色 就是要在監督還有制衡幫助的角色 很多人就在說就台灣的NGO不見啦 當然跟政府是要適當的合作啦 但是也要有自己的主體性 NGO是主張跨將界的 就是NGO是沒有政府 就是無政府主義是NGO的精神之一 因為它是No government is ok 在各種不同的情況下可以變成政府的夥伴 然後變成左右手 在救災的第一時間發揮最大的功能 相較於據國際救援能力的中華民國搜救總隊 以縣市成立的民間救援協會 就多以服務地方配合消防隊出任務為主 整合的部分是我們是聽從消防局的命令 比如說我們今天去的人大概好 我們今天去20個人 他就會規劃一塊給我們 就是說這個區域你們這個單位去處理 另外一個區域是另外一個單位去處理 那變成說我們自己本身的代對關 他會去考量說 減量器來整合我們這一塊 哪邊需要做到資源 資源到什麼時候 到哪邊結束 所以我跟鑽這麼多的東西 都在外面沒差 沒人來 沒有 我就是台北放在那裡 比如說這些東西修理好 拿去給人家 如果說人家要補費 我就拿回來拆一些零件 林志昌本身從事電信設備安裝維修的工作 平常都會待在協會辦公室 一邊維修客戶的設備 一邊處理協會的行政事務 一有狀況就著裝出勤 小米鳳 小米鳳 好 你要開始了嗎 小米鳳 要開始了嗎 小米鳳 要不要開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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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林志昌 早年是俗稱 火腿族的無線電玩家 与其他同好因为经常彼此通报救援讯息 最后干脆成立救难协会 直接参与救灾 台北县升格为新北市后 对民间救援组织的补助也有了限制 一年最高仅能获得15万元的补助 协会要办理训练得四处募款 像我们办一场活动最少都要十几万以上 办一个大的训练的话 大概都要15万都超过了 超过的部分变成我们要自愁 自愁的部分如果说像现在 如果说有一些协助救灾的时候 可能会造成一些麻烦 因为如果说你平常没有什么训练 你要去救灾 我们也担心会员他自己本身的安全 至于救灾装备 除了民间慈善团体的捐赠 得参加每年中央举办的评比 获得夹等以上才能得到采购装备的奖金 无论是自愁裁员的搜救总队 还是申请政府补助的救难协会 这些有别于公部门 与追求盈利的私部门统称第三部门 而他们与政府的合作方式 反倒成为救灾成败的因素之一 NGO本来就第三部门 所以第三部门 其实在很多的国家都是报备制 我成立的让你政府知道一下而已 绝对不是许可制 现在我们它还是许可制 不过在这个线 既然你许可我 你就要拿出资源来 我这个意思 就是如果你报备 那你可以不必管我们 可是对不起 你就许可制 所以政府有义务有责任 把第三部门促进化 弄得更友善 台湾的民间组织众多 是政府救灾时最大的支援力量 根据内政府登记 截至2011年底 社会服务以及慈善团体类的民间组织 就有2263个 当中包含各县市的救援协会 以及参与国际救援的人道 慈善团体 当灾难发生时 总是能看到来自四敏八方的民间组织 无条件投入灾区 无论是第一线救援 还是后勤补给 甚至灾后灾民的心灵赴慰 以及灾区重建 都有民间组织的身影 但如何从政府 国军 民间三方合作之下 建立整合平台 创造最大的救灾能量呢 那个平台的建构是我们自己来做 而且是根据议题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如果有灾害 我们就弄一个 比如说921的一个什么联盟 很多民间团体 你支援的就进来 然后在那边封工 那力量就大了 而不是单打独斗 所有的这些团体本身 不管是公部门 私部门 在面对这种大的灾难 看到所有受灾的乡亲的时候 他所整合的平台就是大碍 就是无私的大碍 根据灾难状况建立平台 图和民间组织资源 这是一种合作模式 但这些模式皆是建立在 无私的心灵平台上运作 2011年开始 结合政府 军方 民间组织的万安演习 开启了全民防灾救灾的新业 无论是个人到社区 还是地方到国家 做好充足的防灾准备 就能降低灾害造成的冲击 人们靠着相互扶持 无私的伸出援手 让灾民感受到温暖 伤痛才能更快平复 唯有感同身受 一同面对 苦难才会离去 再现希望与光明 清华大学王俊秀教授 曾经针对了天灾不断提到 现今防灾救灾的新观念 是三家合作 三家指的是国家 资本家与住家 资本家指的就是 有能力与人力的组织 而住家就是个人了 唯有三家合作 才能够将灾害降到最低 而且在灾害发生的初始 散布在社区的组织和个人 就是自救与救人的 快速反应部队 救灾已经是从中央到地方 从社区到个人 都得要全民总动员的工作了 但面对全球气候异常 最好的预防工作 还是要减灾避灾 从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做起 唯有做到心灵环保 才能够确保人类在地球的永续生存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